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 将大版风华资讯 我是主持人吴景 这期节目 我们继续要给大家来聊一聊 有关这个音乐教育方面的议题了 那很开心呢 今天是请到了我们温哥华 一对非常著名的这个夫妻党 那么在这个钢琴教育方面 也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首先给大家欢迎呢 是来自我们温哥华本地的钢琴老师 同时他也是钢琴教育的硕士 还刚刚获得了我们2018年斯坦 斯坦威的这个top音乐老师的称号 小花凡老师 萧老师很年轻又很漂亮 那坐在萧老师旁边 是我们这位这个一直以来的 这个弦内柱 本身是顶着这个博士的光环 帮着太太来来打理这个音乐教育的 现在是担任了我们 卑士理工学院的老师 徐东徐老师 那欢迎两位上我们的节目 我想首先请教一下萧老师 也是恭喜你 最近刚刚是有这个消息 其中一位你的这个得意门生 刚刚是获得了我们这个 斯坦威的这个青少年艺术家的称号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说这么多年来 在温哥华从事这个音乐教育方面 一些心得好吗 你好吴锦 很高兴能坐在这里和你聊聊天 王然飞同学呢 刚刚获得了斯坦威青年艺术家的称号 他是在我 他是在七岁半的时候找到了我 然后我教了他有三年的时间 然后送他去参加全国加拿大音乐比赛 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之后呢他就坚定了走这个音乐道路的 专业音乐道路的这个路线 而且成绩非常好 是全A的是吧 这许老师好像 我记得你给我分享一个他的成绩单 我太棒了 是的 因为他爸爸说他不光钢琴学的好 而且他的文化课也非常好 都是全A的 现在他正在申请大学 已经得到了七八所顶尖音乐学校的面试通知 而且已经收到了 英国两家顶尖音乐学院RCM RAM的录取通知书 他们现在等待 正在等待朱莉叶 还有那些其他的美国音乐学院的最后决定 那其实你们教的学生很多时候 我知道有些小朋友年纪非常小 可能三四岁就开始在学习 这方面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般小朋友从四岁 早的话从四岁开始学琴 从一开始学的 就要养成一个很好的学琴习惯 爸爸妈妈要很支持 然后孩子很配合 然后俗话说 学钢琴就是金三角的关系 学生 家长 老师 三者都互相离不开 那这个方面有什么 有些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的呢 就是好比说有的时候 就是就小老师一直在强调金三角的关系 就是老师 家长和孩子 如果孩子比较听话 做得住 比较努力 家长呢又十分上心 然后呢又对这个比较学习比较重视 然后一个比较专业的老师 三方面一起使劲就会取得进步 那有没有碰到过比方说一些熊孩子呢 那我们知道练钢琴 他不是说我今天练 明天立马就有成果 其实他是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碰到一些比较难教的孩子 或者说你觉得他定不下来心啊 或者是有其他方面一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觉得那个环境和气氛很重要 比如说经常给他们创造一些 小型音乐会啊 小比小比赛啊 然后经常办这种音乐party 去我觉得同龄小朋友会更加的激发他们 这种对学习的兴趣啊 然后或者是参加比赛获得成绩以后 他们自己就会兴趣会越来越多的 虽然实际上也是要比较激发小孩的自动 一种他希望一种竞争的一个意识 其实讲到说要给孩子都准备一些机会啊 你刚才提到说比方说音乐会 我知道五月份有一场音乐会 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今年的五月十八号晚上七点 我们将在奥芬剧院举办 第四届会家之夜 温哥华少年钢琴交响音乐会 这次音乐会的所有的门票收入 我们将捐给温哥华综合医院 及BC大学的基金会 就是让孩子有个展示机会 也有很多慈善的理念在里面 是吧 是的 这次就是举办这种交响音乐会 这是第四届 前三届我们都是在Chance Center 这次呢就选择更大的奥芬 奥芬呢就是3500人 而且它的这个环境比较适合 非常适合 而且其实我们做了很大很大努力 才争取下来 因为这个奥芬是由City来管理的 有个工会 对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在运作 最后但是我们希望给学生一个更大的舞台 那那参加音乐会的这些学生 大概是从年纪多大到多 那么他们表演主要是什么相关的一些曲目呢 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是有12名 从7岁到17岁的本地琴同 和温哥华交响乐团合作 他们将表演像 莫扎特 肖邦 卡巴列夫斯基等 快乐人口的兵曲 而且是第一次他们有机会 可以跟温哥华交响乐团同台来做一个演出吗 这里面有好几个琴同 已经第三次参加 这个和交响乐团合作了 那非常非常 我知道就是说 其实除了这场乐会之外呢 那么在5月18号前后 还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乐老师 也会到我们温哥华来 这个方面给我们先透露一下 这个是非常 我非常兴奋的 这是李云迪 张浩辰 陈萨的老师 最有名的 现在的 被号称为金牌教练 钢琴泰斗的国内最好的 世界上顶尖的钢琴老师 戴兆毅老师 终于应我们邀请来到温哥华 来观摩我们的音乐团 而且做一些学术交流 这是我们非常激动的一件事 我们曾经多次邀请戴老师过来 因为戴老师非常非常忙碌 而且戴老师已经将近80高龄了 所以他考虑了很多事情 但这次终于是 看到我们这音乐会很精彩 而且温哥华的学琴的孩子这么多 非常热情 期待他来光临 所以最终下定决心 然后5月18号左右 然后来到温哥华 不光观看我们的音乐会 而且给大师课 给我们讲座 给我们一些 他的学生也要表演 然后给温哥华的钢琴键 一些交流 这是非常非常我们荣幸和幸运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说比方说本地学琴的一些青铜 或者说家长也希望带小朋友来看一看 或者说也希望来听听这个 丹照玉老师的课程的话 那他们怎么样联系呢和你们 这次戴老师之行 我们得到了通力琴行大力赞助 然后他们负责所有的票物 咨询还有宣传 然后就是如果你有想知道详情的话 可以浏览通力琴行的网站或者他们的微信平台 得到更多信息 对他们在大温哥华地区有很多的这个办事处 可以说可以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一个比较详细的 一对一的一个咨询的 对那另外就是说有关我们再回到说这个小孩子这个音乐教育的方面 那么你看其实在我们温哥华地区的话 就是教小朋友弹钢琴的 不是只有你 萧老师 那你觉得说就是跟其他的这个比较 或者说您觉得您的优势在哪里 或者说通过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专业背景 你希望你的学生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这样 优势谈不上 但是我觉得我就很非常静心的 用全身心去用爱心去教育他们 以我本人来说 我小的时候学琴的时候呢 就很少周围有很很少小朋友来学琴 只有在老师那里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 所以说从小呢 从弹四五连弹的机会都很少 更别说是两个钢琴在一起演奏啊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 到剧场的时候才看到 哇钢琴可以和教养乐团一起合作 那么震撼人心 来到十多年前来到温哥华 开始熟悉学习这里的教育体系 我就然后发现哦 还可以弹协奏曲啊 还可以四首连弹啊 对对对很有意思的 我们准备送学生参加全国钢琴音乐比赛 但决赛项目呢就需要弹一个一首协奏曲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买两台钢琴 因为他必须要两台钢琴在一起弹 学生弹主要的部分 老师弹协奏扮演交响乐角色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对这个硬件的要求也是有提高 徐老师好像还有要补充的 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对我就想说一下 肖老师和在这里教学能取得一点点成绩 这么多年 有一点原因就是他比较好学 而且呢他在中国受的是严格的传统教育 然后他在这里继续保持了 对学生教学的严格 但是他又融入了这边的 对音乐的这些这些爱好啊 对音乐感的培养这些东西 所以他把国内的 东西方的一下合在一起 所以取得一点成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 能连续八年在全国比赛中 连续进入前三名的一个原因 再一个呢 肖老师愿意付出很多时间 和额外的经历来给学生创造很多机会 包括这次办音乐会啊 然后他和大老师一样 都是非常 全身系的投入到教学当中 因为温文华这里是藏龙卧虎 朱利业老师 科里业老师 俄罗斯老师 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国内毕业的老师 能够在这里占有一点点的一席之地 也是要经过额外的 很多的额外努力才能达到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 办这么大的行业会 其实额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但是我们是有进一步有收获 对老师也好 对学生也好 对家长也好 所以也是多亏了你这个线内册 而且我参加这个 呃这您这个节目 我觉得非常高兴 因为好多家长和老的家长 学生觉得我是没有工作的 我是全职帮 但是我来几个节目也是 让你帮我证明 我有一份工作 但是我是用业余时间来帮忙 校老师工作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两位的分享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带观众朋友呢 了解更多有关音乐教育的知识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家长大阪凤华资讯的现场 我是吴景 那么上半场很开心啊 我们萧华凡老师啊 和我们徐老师一起跟我们分享了一些 有关音乐教育方面的知识 那么下半场呢 我们要还要继续请来 我们加拿大通力琴行总经理 范鸿莱 Iris来给我们呢 做一些更多的详细的补充啊 我想上半场 其实呢 那个萧老师您有提到说 那么在5月18号的这场音乐会呢 也是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可以跟这个交响乐团一起呢 共同合作 那么这个方面我想 可能观众朋友还会有更多的疑问 或者说也希望可以了解一些更多的信息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钢琴协作曲呢 是需要两个钢琴同时进行 但是呢 一个钢琴呢 并不能代表一个完整的交响乐团 因为它的 完整的交响乐团 有不同的乐器的音色 所以我们就 就在想 嗯 是不是给孩子创造一个机会 嗯 弹钢琴协作曲 能够和交响乐团一起合作 嗯 那嗯 出来的声音呢 嗯 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 对 能让孩子更好的理解音乐 感受到音乐的美 哦 那Iris 我看你今天特别带了几个海报过来 好 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好 因为我们在五月嘛 就是很勇训 萧老师跟徐老师的帮忙 就邀请到那个 丹兆毅老师过来 丹兆毅老师 他曾经在中国真的培养了无数个钢琴家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李云迪 张浩晨 陈沙 佐章等等 所以我们就很勇训他五月可以过来 他过来 他主要也是会参加萧老师这个音乐会 就是叫 汇家之夜 在那个 那是 OFIM OFIM 现在 OFIM 居然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启在通力琴行两个地方可以买票 就是在Witchman那个通力琴行 还跟我们当堂市中心 这个音乐会跟一般其他的音乐会有一些不同 就是他们里面有12个表演节 他们一般都学钢琴的level很高 当中有一个是王延飞 是刚刚得了青少年艺术家 然后他们是跟整个交响乐队一起表演 所以当晚的音乐会当年是会很精彩的 除了这个活动之外 丹老师进次过来 他会有一连三天有不同的活动 第一个活动就会在我们的 湾国华市中心四季酒店 他在这个活动里面 他大概有两个多小时 他会讲座 他主要讲座就是讲座 他对钢琴教育的心得 因为他在钢琴教育都从事了60多年 他在这个钢琴教育上面 当然他有他的点点滴滴 他在当天会跟我们家长们 老师们还有群同们会分享他在60年的 钢琴教育的路程 还有这个的话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那这个如果小朋友想或者家长想去听 他们是需要跟你们报名的是吗 是 就丹老师这个活动全都可以在跟我们透明情商报名 他这个活动除了这个他也会讲一些他刚刚出了一套书 叫心路经钢琴基础高教程 所以他会也是讲一些书 当天的活动是四个小时的活动 除了两个小时讲座 当天他也带了两个非常高水准的学生过来 从中国过来的吗 从中国过来 然后他也会有两个多小时的音乐会 当天四季酒店的音乐会主要就是以中国曲子为主 所以当天应该是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音乐会 加上他的讲座分享啊还有他也是会到时候有机会拿到他亲帝 签名 签名的书 他的书 这个 所以除了这个然后就是在5月20号也是一个Victoria Day 也是一个假期 他整天从9点半到下午5点半会开两场大师课 他到时候就是这个大师课非常的难得会在我们通力情行 市中心的展厅里面开大师课 所以如果想过来听旁听的话可以随时报名 到时候会有7个学生我们安排了跟他一起一对一的上大师课 但是可以旁听可以随时过来买票过来旁听 就是要上半场跟下半场早上就是9点半到12点上半场 下半场是2点半到5点半 那这些所有详细的星期啊 在你们的这个官网上面或者是办事处都会有 都会有 那我看还有一个 还有这么多 就是OK 就是这个是星期三就是5月22号 他带了两个非常高水准的学生会开一个音乐会 就会在UBC那个小的不是Chance Center 那个小的厅里面可以做大概250个人 所以这整场的音乐会主要就是Western Classical Music 比较古典的音乐 古典音乐会就是我相信对学钢琴这些情统来说 可以听多一些音乐会也是非常好 因为特别是学钢琴的孩子们又有机会 听一些有水准的Castical Music 对他们的个人的发展是非常好 因为古典音乐它包含的它的广度 跟那个深度是有很大无穷的力量 加上它的视察也是很丰富 所以这些音乐是非常好的 那肖老师你我知道一直在准备也是 你的这个学生也是到时候会有做一个表演 那么目前你听到从学生也好或者家长也好 就是有关这一系列活动的反馈是怎样的 你觉得就是对他们能够产生多大的一个帮助呢 首先戴老师都是是我的偶像 也是广大的教师们的偶像 然后我们学生都听到戴老师要来 哇都很兴奋很激动的 我想戴老师培养出那么多有名的钢琴家 他的书我也看过很多的 肯定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的 那其实就是说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我们有些学生 比方说他们想来听这个音乐会 或者是家长带孩子来听 他未必是真的未来他就想走音乐这个专业的 他只是觉得把他作为培养孩子的一个兴趣爱好啊 或者是等于说全方面发展的其中的一个途径吧 那对于这样子有这样诉求的观众来讲的话 你对他们有个什么样的建议 可能Iris可以补充一下 所以其实我们听音乐会或者是学古典音乐 现在特别是我们接触了很多我们的客户 家长们孩子们 其实走专业的真的很少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用心在这个古典音乐 投入这个时间 这个古典音乐其实可以带到他们 帮他们的一些生活的素养可以提高 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一个是那个专注力 因为现在特别是在这个年代 可能关我们吃的有关 或者是跟我们一些很多太多不同的活动啊 电子那个游戏 所以现在很多孩子们 他的专注力真的不够 但是学习钢琴 学习音乐 学习古典音乐 真的可以培养他们一个良好的习惯 特别是在捐助力里面 当一个孩子有了一个良好的捐助力里 对他们学习其他方面 会有起了很好的帮助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士忌酒店就办了一个 巴克的古典音乐会 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当天我们安排了 37个小演奏家上台表演 在这个大概是两个小时 在这个两个小时里面 很多孩子是从六岁到十几岁不等 特别是小的年纪比较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坐在两个小时里面 听这场音乐会 没有太多的动 没有太多的不专注 这个就是学习钢琴给到他们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那最后可能20秒时间给我们肖老师 还有什么建议希望跟我们的家长 或者是小朋友分享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来听音乐会 大家互相学习 那对家长有什么话想分享 既然大家都是这个金三角的关系吗 Iris可能作为这个家长成功的家长 所以我一般就 一般就是无论是什么大的音乐会 我这小音乐会 有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都想尽力鼓励家长 跟带着孩子们一起过来 一来可以培养亲子的关系 二来也是可以心讲 这个音乐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上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 那么也预祝这个5月18号的音乐会 取得圆满成功的音乐 我知道这个淡老师的课程应该是爆满了 可能我们这个消息一放出去 马上这个票全部都抢光了 那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我是吴景 我们下周见